可爱的孩子们 可以成为一轩的妻子 我叫乃梦 你不用工作吗 怎么好像每天都很闲的样子 我现在没有任何的工作 我破产了 破产 这还是我第一次 听到有人说自己破产 还这么轻松的 是吗 是啊 现在一无所有了 原来呢 我觉得钱很重要 可现在 我认为钱只是一个数字 听起来 你好像大车大悟了 也许吧 自从破产以后 反正也没工作 闲着就闲着吧 也没什么不好的 可是人 闲久了会慌了吧 其实很多时候 我也常常会心情不好 不想工作 不想说话 什么都不想做 每次到了这种时候啊 我就会找孩子 开开心心地玩一场 孩子们有种治愈人心的力量 只要跟他们开开心心地玩一场 所有的烦恼好像都不见了 其实你没事的话 可以常来这里坐坐 当作打发时间也好 反正这里是私人幼儿园 我可以偷偷放你进来 会不会太麻烦了 像你这样的大孩子 应该不会太麻烦吧 今天林一轩又来找我了 她说她最近失业没什么事情 所以过来找我聊聊天 奇怪的是 我从她的眼睛里 又没有看见一个失业者的沮丧 反而有种轻松下来的感觉 大家都洗手了没有啊 洗了 真棒 好了 现在可以开动了 老师 外面有个人 你来了 对 叔叔 你怎么不进来呀 老师没让叔进来 叔叔不敢进来啊 老师让叔叔进来吧 好 那小朋友 我们让叔叔进来陪我们吃饭好不好 好 他们说你可以进来了 那我进来了 来 快点吃 今天要把饭菜都吃光光好不好 今天她又来找我了 而且她还主动要求 要和孩子做些游戏 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这个男人 突然产生了一种好奇心 看她和孩子玩得这么开心的样子 我觉得 她以前一定经历过一些事 有些难以言语的痛苦 需要时间去慢慢地冲刷掉 孩子就是有一种魔力 让人觉得心情很平静 可以治愈人心 如果可以帮得了她 也许也算一种福报吧 希望我们能早一点治愈她的心病 我可以帮她的心病 希望我们能够帮她 在这种感觉 她的心病 要不在那里 我可以帮她 她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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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见到他挺多的 他和孩子们也越来越亲近 有时候感觉 他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根本不是外表上的那样 有时候 我也想问问他 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是我忍住了 我只是觉得 他休息了这么久 应该已经准备好 可以重新出发了 也许我需要做的 就是轻轻地推他一把 你怎么又来了 和他们在一起很快乐 什么都忘记了 你以后别再来了 为什么呀 作为一个男人 在哪里跌倒 就该在哪里站起来啊 我相信你可以的 怎么了 林依萱 并没有让我失望 从那天开始 他就没有再来幼儿园 但是我们的交往 并没有减少 爱情 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别看这公司 又小又破又难看 不过这公司 有一点是好的 什么 这公司所有的一切 都属于我 包括你 辛苦你了 你醒了 你啊 太辛苦了 我只是希望你振作起来 可是也没说让你 变成一个工作狂人 不配命不心哪 小公司啊 我是希望把公司送到真轨 多赚点钱 咱们俩在一起啊 可以多生点孩子 但是啊 我还想办个幼儿园呢 你这算是在跟我求婚吗 是啊 我想你做我老婆 你怎么知道 我一定会嫁给你啊 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合适 庶 minimum 对 我本来没想起来 我没想起来 彼此 我陪我展示 我过来 我恋不出来 这些衣服 这样 我回来 没有想起来 就这样 我嫁给了一轩 嫁给了一个 不懂得浪漫 却很务实的男人 一个为了家庭 愿意去努力打拼的男人 我知道 他是爱我的 他需要我 而我也同样需要他 我相信 我们会很幸福的 林一轩 你是否愿意取乃梦 做你的妻子 无论顺境或逆境 富裕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快乐或忧愁 你都毫无保留地爱他 对他忠诚 直到永远 我愿意 奶梦 你是否愿意嫁给林一轩 为他的妻子 无论顺境或逆境 无论顺境或逆境 富裕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快乐或忧愁 你都毫无保留地爱他 对他忠诚 直到永远 我愿意 我们的婚礼 并没有深大的庆典仪式 也没有邀请 什么亲朋好友 有的 只是这群可爱的孩子们 她们见证了 我们平凡的爱情 我很庆幸 可以成为一轩的妻子 我只想 做她背后的女人 让她们有后顾之忧 然后 生几个我们自己的孩子 建立一个 属于我们自己的 幸福家庭 你看 现在小孩的衣服真可爱 真是挺可爱的 这好像是女孩的吧 你哪知道我们生的是 是男是女啊 那你想要男的女的 是孩子都行啊 还有这儿 黄色总没有分男的女的吧 买了都能用 这塑料的吧 老公你看 贴哪个 这个吧 贴哪个 往这儿 往这儿 那儿 你觉得那儿 往那儿 不帮忙还一直玩 你 你不要 放开我 放开我 这小孩子的房间不可以这样子 这个推车 还可以折叠 特别方便的 还不错 你推给我看看 我试试 我快看看啊 好 我走了 晒太阳了 挺有好爸爸的样子的 太阳热了 感谢观看